合作的目的是組成最強的勝選隊伍 特別是賴蕭也不是一個三角貓 看起來還是蠻強大的 如果你要勝選就應該用最強的組合去打 你怎麼會先去找一個比較弱的組合去打 我一直無法了解國民黨的作法 所以我也認為國民黨在選舉的戰略上不像民進黨那麼靈活 這個我也知道 是有誰在跟你建議說繼續跟猴繼續談 太多了 我都已經接到不敢接電話 是要手機交給處理 所以都是國民黨那邊的人嗎 不然來黨的 難道民進黨打來了 或是有其他商界的人士 很多 所以現在這會導致你有一些壓力在嗎 所以你今天中午才會打哪一通電話 壓力太多了 那個親朋好友什麼都有 黃三在明天會領表嗎 黃三在明天會去領表 領表一下先領表 你總是先領表回來先填一點再說 所以主題我現在可以解讀就是 現在侯科配不在你的選項之一 但是科侯配還是 可以這樣子解讀嗎 我還是那句話 我還是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 我們還是希望用比較 勝選機率比較高的 組合去選 這是我的態度 中午四就是還密會郭董 那外界有解讀說 是不是那個時候彈的神 是不是因為郭堅持選 才會去找侯 沒有啦 像是這樣 郭董不管再怎麼樣 他還是一個大企業家 還有一點 他還是熱愛中華民國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如果再也要整合 應該全部要整合 你不要說一開始要把誰排除在外 我也不贊成那種想法 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 我們當然是 是儘量去什麼 去call 去讓再也可以整合 不過還有一點 我覺得跟郭董講話蠻有趣的 他如果講他專長的東西 還是蠻厲害的 他講那個台灣新經濟 我聽一下 這個就比我更厲害了 這一次的不分區的名單 裡面有郭董推薦的人選嗎 那沒有 沒有 那在因為 因為 真的是這樣啦 我還是要表達一個概念 我覺得不應該把 就因為說 我踏出陸費就把它排除在外 我還是反對 如果都已經36萬人 然後 在台灣不小心了幾個 多少我們台灣之職 你知道 我還是在這裡要呼籲 因為我還是主張共融社會 一個社會裡面 台灣本來就是移民社會 我們現在台灣出生的寶寶 你知道 7%的他的媽媽是外籍新娘 所以 如果 為什麼一開始就把 用歧視 或是敵視的態度去 去處理這些 我個人是反對 我查過 我們現在從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差不多裡面的學生 7點多% 是 媽媽是外籍新娘 所以大概就是 現在已經7 7點多% 那 如果 這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 我還是 就我個人的政治理念 我是反對 用這種歧視 敵視的態度去對 面對台灣 內部的族群 我還記得 我小時候 如果你想 那個本省人外省那種隔閡 好不容易花了 不到四五十年才 才 才解除掉 我不需要再造成 新的這種族群的隔閡 所以 蔡律如說 你早就知道有6%了 蔡律如說早就知道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早就罵過他 我說 你也沒有開過 也沒有在場 也沒有那個 不過他應該有出來解釋 所以協商那一天 到底馬明九跟朱立倫 有沒有跟你講正負三 我跟你講 我跟他講說 那個統計誤差範圍 你有讓你 這一句話 你到底要讓多少 沒有啦 我想這件事情 是這樣 如果要讓6%才會贏 大選還是被賴清德幹掉 我就明白講 那主席 因為你現在不分區裡面 黃珊珊跟黃國昌 分別是一二名 那現在是不是有 黨內有討論說 他們可能會去搶公立法院長 這個位置 立法院長 現在黨內是不是傳出有這樣的討論 我們有辦法搶立法院長 我們又不是第一大黨 我們又不是第一大黨 怎麼會 去跟其他的黨來解釋 現在是不是黨內這樣子 這樣 我跟你講 你數學怎麼算 也不會算出這種結果 所以您是 婉拒歐以說 民眾黨要派兩位專家 一起開會這個 明天是這樣 突然丟個記者會 我們要回去 把我們的統計專家 找來再準備準備 反正明天早上 會開記者會回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會派統計專家是不是 會去 有必要的話 沒有啦 這個殺恩護照 這個也不用 半夜開記者會 你們現在已經很辛苦了 要半夜開記者會 所以你們就是明天 到底有準備 有準備要去跟他們 就是檢視那九份民調 可是如果檢視九份民調 裡面有三份 是被你們剔除掉 那三份都是對你是 非常不利的 沒有啦 我跟你講 當時被剔除一定是 它不合統計取樣的標準 沒有 我跟你講 這裡還是有科學基礎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好 OK 謝謝好不好 明天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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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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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